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咱们无限集的一个公司介绍 那么首先呢要了解无限集呢我们就先看看我们的使命 我们公司的使命是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 创造平衡富足和谐的健康人生 那么无限集呢我们创立于1992年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公司的这个logo呢 就非常像三个快乐的小人这样子手手这样子在一起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象征我们公司的这个员工伙伴顾客 客级一体我们一起携手创造健康的人生 那么每次说到无限集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李锦记 那么无限集其实是我们李锦记的一个旗下健康产品集团的一个成员 是香港百年品牌李锦记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那么李锦记呢始创于1888年 今年呢是2020年 大家可以心算一下哈我们李锦记已经多少年了呢 对132年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年品牌哈 并且呢李锦记呢到今天全世界各地我们拥有五大生产基地 产品呢有200多种啊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可以说哈 我们有一句话是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 我个人呢也是完全离不开李锦记的酱料啊 尤其是李锦记的那个沙茶酱 就是我平常吃火锅哈 我不用其他的酱料 我一定是要配我们的沙茶酱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酱油啊 好油啊 其实我们家也都在用 那包括我们多伦多的伙伴 大家去到我们的华人超市 甚至哈不是华人的超市 咱们像沃尔玛这些地方都有咱们李锦记的酱料哈 大家一定是深有感触哈 那么这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效果图 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我们投资6.5亿美元的 广州全新的全球总部无限进广场 那么这一个建筑呢 是由世界著名的建筑师 扎哈哈迪德设计 预计呢我们是今年竣工 那有任何消息呢 也会随时通知大家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哈 那我顺便呢就多说一句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建筑师扎哈哈迪德 那可能很多伙伴就是不太了解 不知道说那她是谁 那其实呢这个扎哈哈迪德 是被誉为是建筑界的建筑女王 她的代表作品大家有很多 我只是举例咱们中国的 她有参与的一些代表作品 非这耳熟能想 大家一定知道 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投入使用的 北京的大兴国际机场 大家没有想到吧 对也是这位女设计师 做一个那个参与的一个作品 还有咱们北京的那个银河SOHO 还有广包括广州哈 我们有个地标性建筑 是广州大剧院 对那么都是这个建筑设计师 扎哈迪德 他主参与或者他副参与 就一起参与的项目哈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无限级哈 在全球还有其他的物业 包括咱们这个广州无限级中心 它是在我们的CPT驻江新城哈 还有我们的香港无限级广场 这个是在香港的上环 则福道哈 还有咱们上海的无限级大厦 那这个是在坐落于上海的新天地 以及哈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建筑 上宽下展像一个什么样 像一个对讲机 那这个建筑呢 我们有一个外号 就叫对讲机大厦 它是在伦敦那个 分桥期间20号 那它其实是伦敦的一个新坐标来的 那这一个呢 我们当时在17年哈 这是一个小八卦 17年咱们无限级购入这个大厦的时候呢 是以13亿英镑的价格购入的 当时是刷新了 刷新了咱们英国房地产市场的 这么一个记录哈 那么我们经过哈 经过30年的发展哈 已经是全球位列前茅的直销企业哈 公司由2014年起 已经连续6年哈 已经位列这个全球直销 呃 企业100强首10位内 那2019年我们更是以45亿美元的业绩高居第4位 那么这个第4位呢 是全球第4位 那么我们在国内哈 在中国的直销行业里面是第几位呢 大家知道吗 我们是第一位 对 那么同样呢 我们要说到这个品牌价值哈 在品牌价值方面呢 无限级的2017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的分析报告中呢 以将近是66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品牌价值排行次15名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我们那个无限级加拿大的一个全球布局哈 那么从2010年开始 无限级就积极开拓这个全球市场 那么于同年呢 我们开拓了这个香港 台湾以及那个马来西亚的市场 然后于2016年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呢 开拓了加拿大以及我们新加坡的市场 那么在2018年呢 开展了泰国 以及2019年的菲律宾和我们包括卡萨克斯坦的市场 对 那么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一些无限级的一些基本背景哈 那在最开始 大家还记得吗 我有提到我们的使命是弘扬中国优秀的养生文化 创造平衡富足和谐的健康人生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我们使命中所提到的这个优秀的 中华优秀的养生文化到底是什么哈 那其实呢 简单来说养生就是通过调节恢复身体的平衡 以重新获得健康 那么养生文化呢 在中国呢 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 以往呢 就只有这些皇帝呀 权贵呀 这些人才能够享用保持健康的方法 那么在现代社会呢 我们常常说哈 要补充营养 那营养补充呢 才能保持健康 原则上呢 是没有错 但是呢 我们想一下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当一个人身体很弱的时候 其实身体呢 我们并不能有效的去吸收营养 那只补充营养的话呢 其实是一种浪费 因为我们不能吸收 那这个营养是不是又流失了 对吧 那又会增加我们身体负担 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这是一个身体负担 所以相对来说呢 我们的养生呢 更注重一个平衡的概念 那平衡的概念又是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要看看 中西医对待身体的分别 那么西医呢 我们西方的医学 就是我们说的西医 那他们会认为 他们普遍是认为 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独立的 那它就像一台机器一样 它有不同的零件 每个部分有不同的功能 那中华养生 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身体的呢 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器官和器官之间是一个相互协同的作用 来发挥我们人体不同的功能 像一个自然生态公园一样 那环环相扣 那打个比喻 打个比喻 就是在花园中 咱们一朵花凋谢了 你只是把这一朵花拔走了 再种一朵新的 那新的花呢 我们也可能很快就会凋谢 因为它的问题不一定是这个花的本身 所以它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呢 比如说它的土壤的营养不足 它的水分不足 它的阳光照射的不足 对吧 等等的因素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整体的环境 整体的问题 它有可能不仅仅只是这个花的问题 所以呢 要处理这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才能够确保这个花朵 能够开得很灿烂 所以我们说呢 中华的养生就是通过这种宏观和整体观 和这个平衡观 我们去理解我们人体的健康 从根本上提高人体的健康水平 那么事实上呢 目前呢 中华的养生文化呢 在全球呢 也越来越受欢迎 据统计呢 中医药已经传播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呢 有29个国家是受到这个法律承认的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 在加拿大 包括在阿联酋和南非等等的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个 国际疾病分类中 已经将中医药列入这个分类系统 这个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到这个WHO的这个网站上 也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 那么中华养生文化 渐渐被世界去接受 它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它的本质 那随着人们呢 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不断的提高 那了解不断的深入 全球健康的这么一个趋势 变得更注重在哪里呢 就注重在预防上面 这个呢 就跟咱们这个中华养生文化 我们说的就是打好健康的基础 叫治胃病 治疗的治 胃就是还没有发生 这个治胃病的理念和这个高度 是契合的 所以说它渐渐的 咱们中华的养生文化 就凸显出了咱们的独特的一个优势和价值 所以能被世界这么多国家 去慢慢去接受和任何 包括西方的很多国家 那么我们看一些实际的数字 在2017年 全球健康产业市场规模 于4400亿元 那么预计呢 到2021年将会增长到呢 5500亿美元 那么这其中呢 单是本草类的产品 已经占到750亿美元 那么其实这个本草类 也就是指咱们是中华养生的 这个本草 所以呢 无限级的基于咱们中华养生的文化 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健康理念 我们叫什么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 那当中就包含 我们说的三条养 四合理 大家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咱们为现代人提供一套健康的 简单的 实用的一个养生的方法 满足咱们现代人 都市人 对健康生活的一个追求 那我们三条养 其中就包括什么呀 扶正器 平阴阳和调脏服 那么咱们这个四合理呢 就是咱们饮食合理 体居合理 运动合理 情聚合理 那么再简单来说呢 就是三条养的就是以咱们中华本草 调理身体的一个三大理念 咱们这个四合理呢 就是一个四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所以说呢 我们无限级的产品 就可以统称为中华本草健康类产品 那么我们呢可以细分为五大类 也就是我们的健康食品 护肤产品 养生用品 个人护理 和咱们的家居用品 中华本草呢 还有一大非常大的 有一个大特色 叫做什么呢 就是药食同源 那我们很多人家中 都有煲汤的习惯 尤其是广东人 因为我是广东人 所以呢 我就是知道我的爷爷奶奶 经常会在家里煲汤 搭配不同的这个食材 其实这个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理念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 说的一个话叫什么呀 保温杯里泡枸杞 尤其是说咱们 尤其是说咱们90后啊 或者说这些年轻人 保温杯里泡枸杞啊 所以我们看就是说 比如说像枸杞 蘑菇 银耳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餐桌上 其实是常见的食物 它含有非常天然的 保健的功效成分啊 但是这些原料呢 并且这些原料啊 我们人们已经用了上千年了 它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但是一般而言呢 仅仅靠主食这些食材啊 我们能摄取到的功效的 有效的这么一个成分含量啊 是远远不足以达到 我们的保健用量的 对所以呢 市场上很多朋友都会问说 哎呀那我就是吃口气就好 我每天泡口气喝就好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和一个很好的生活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我们说它是远远不够的哈 那么我们无限级呢 就是通过三十年来 不断的一个探索 希望透过和结合 我们这个传统的智慧 和我们现在的尖端科技 去重新演绎呢 咱们中华养生文化 强化咱们中华本草的优势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 更加安全可靠的 高品质的 中华本草健康产品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无限级很多配方呢 的根源都是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 在通过现代科学去提取 浓缩 萃取哈 这个中华本草而制成的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新乐本草 那大家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咱们在古文里面 还有古书里面的一些方子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呢 现在我们的一些配方呢 都是把一些几千年几百年的 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哈 咱们结合起来去把它做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提取和搭配 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哈 咱们无限级呢 在咱们无限级哈 产品研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无限级呢 我们拥有非常实力雄厚的这么一个研发团队哈 由多领域多学科 还有我们的呃 博士硕士 以及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哈 每年我们投放在这个研发上的金额哈 十分庞大 那我们除了自己的研发中心 研发团队之外 我们还不断的加大科研的投入 尤其是与别人合作哈 我们首先呢 我们与世界一流的学府和科研机构合作 例如哈 我们那个 我们的母公司 哎 李锦记 集团 我们的创始家族李家呢 就捐赠21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 陈层系公共卫生学院 那么我们建立了 李锦上健康与快乐研究中心 那希望呢 以健康的方法 研究健康与快乐 的关系 找出如何让人类更健康更快乐 那哈佛大学其实从来都不轻易的 与一个企业来合作 不是说我们捐钱就可以哈 那他必须要认同你的公司的理念和公司的方向 并且呢你一定是要在这个范畴里是顶尖的企业 我们才能够合作哈 那我们同时呢也有与建桥大学强强联手 建桥无线研究中心 以及我们法国科学院 还有巴黎迪德罗大学 那么我们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哈 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建立了我们的科学顾问委员会 由全球知名院校的多位资深教授组成哈 持续为公司提供很多专业的咨询和建议 那么当中最权威最值得提到的就是咱们在2017年3月 2017年3月邀请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奖者 朱尔斯霍夫曼的团队哈 他邀请这位教授担任我们的科学顾问 那同年呢与他的团队一起展开了霍夫曼无线级的研究计划 那霍夫曼教授在2011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在得这个奖项是表彰他在哪个方面的成就呢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哈 是表彰他在先天性免疫系统的活性作用方面取得的成就 那事实上呢咱们无限级研究中华本草哈 呃于30年 那么在这方面的研究与成果我们已经处于国际的领先地位了 那我们呢有一个技术叫什么就是复合多糖 那我们就希望说跟霍夫曼教授强强联手 通过研究中草药复合多糖 如何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对吧这就是一个强强联手 我们的领域和霍夫曼教授的领域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研究成果 才能让全球更多人得到健康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们无限级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哈 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中华本草多糖核心技术 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五位子乙素啊 用在我们的维抗素里面的哈 还有我们的翠亚系列用的复合翠亚因子的 翠白因子 还有咱们这个核心态 还有这个植物态 那就是我们的植牙牙膏 还有我们这个无患子皂肝 这个是邦德加系列用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无限级的自主科技 自主技术 那么凭借在科研上的不断的投入呢 我们截止到2020年1月份这个数据 我们在全球不同国家拥有1067项这个专利申请 那么除了产品这个功效 我们呢还十分注重这个生产的安全 从里锦级到无限级 我们有一个理念 我们有一个理念 叫100减1等于0 那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对 那其实呢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的生产 我们的这个生产过程中 如果有一点错误 就一点 那就等于是零 那这个就不符合我们的安全 标准和我们的质量 所以呢我们100减1等于0的这个理念呢 不仅在地底级 也在无限级 我们一直传承着 那不仅在生产中 包括从我们的道地原料 从种植者到研发团队 到生产者到顾客的手上 到您的手上 我们都秉承着这么一个原则 那么我们里锦级的酱料 也是因为秉承着这么一个理念 严谨的质量管理理念 那曾经呢 三次成功入选为航天食品 提供给咱们的国际太空站 那五线级的产品呢 大部分是在中国的南北两颗生产 及地区生产的 首先呢在广东就是我们的新汇生产基地 那这个生产基地 还有就是我们的辽宁的银口生产基地 那这两个生产基地呢 和一般的场合不一样 它都有那个独特的一个参观通道设计 我不知道有没有伙伴去过咱们的工厂 那今年一月份我有幸去工厂参观了 那咱们这个工厂的就是 它有一个通道 通道这个通道呢 有一面都是我们的透明的玻璃 那直接看下去就能看到我们的生产车间 那在这个参观通道上面呢 也会有一些我们的生产介绍 视频介绍 包括我们的产品介绍 非常棒 当然了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云生产视频 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 无线级公众号里面找视频链接哦 另外呢就是除了生产 我们的生产基地都设有专业的 独立的叫检测中心 那这个检测中心可以针对产品的成分 各项的指标安全性的指标 还有我们的微生物 还有锂化指标等等各项指标进行检测 那已经被中国合格评定为 咱们这个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认可实验室 那么它的检测结果是具有独立性的 权威性的以及可靠性 那么在认可范围内所出具的报告 在全球已经互相签署这个认证协议的 90多个国家是所承认的 包括咱们这个加拿大 包括英国德国瑞士等等 那检测中心更是在2012年通过了 这个英国的这个FAPAS 这个重金属的水平能力测试 以及呢我们的瑞士SGS的第三方认证 那经常可能了解这个保健品的伙伴们 对这个SGS这个词一定是不陌生的 它是一个瑞士的一个第三方认证 那新惠呢我们这个新惠生产基地呢 检测中心甚至通过全世界对品质检控 最严谨的国家之一 那就是哪呢德国 德国这个DRR的这个国际能力验证 还有就是我们与英国的这个LGC 政府化学家实验室的国际能力 验证表明呢我们的产品是 这个控制能力达到国际水准的 确保了公司每一批的产品的安全品质和功效 那么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保健保本草精粹 我们的拳头产品 它由原材料到产品出厂 一共经过了多少道测试呢 是2576道测试 那它绝对不会有什么样 能要残留中间水和维生物 得益于这种一丝不苟的质量管理 无限级的产品呢 我们陆续呢就得到了 美国的BSCG的紧要认证 检测超过497种药物成分 那么涵盖的是什么呀 体育运动紧要 处方药 非处方药 以及毒品 所以这些产品 我们是职业运动选手 军队或者律师 都能够安全使用的 那大家可能 大家会更多了解的 就是我们的职业运动选手 那他们吃的每一样东西 哪怕喝的水 都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他们需要在 参加比赛之前做 很多项的这个 要尿检啊 这些测试 你防止他们服用任何 类似于像兴奋剂之类的东西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 我们的产品是通过了 这个BSCG的紧要认证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亮点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同时呢 我们无限期的产品 也受到全球很多专家的认可 在国际上也有幸得到一些奖项 我们的多款产品都得到了 这个由国际品质奥斯卡之称的 国际品质品鉴大奖 然后呢 我们为了迎合呢 不同的市场消费者的需要 和实用的习惯 我们在海外市场率先推出了 我们的这个 本草精粹的这个粉剂系列 这种粉剂系列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因为它非常方便 它不用就是我们 带这么一瓶的东西出去 那只要带这么一小包 然后有水 我们就可以充服 非常的方便 那不仅是热水 凉水也可以充服它 那么 那么